你去學校嗎 不用不用不用 首先要去三分排名 韓國三十六歲青龍獎影帝劉亞人 在報大麻尿檢呈現陽性 正接受警方調查 明明前一天的牛奶針 濫用針液還沒落幕 麻醉科醫師解釋 這牛奶針在國內是管治藥 也是烈管毒品 打完以後大概很快幾秒鐘 病人就會入睡 五到十分鐘就會醒過來 所以效果算是超短效 俗稱牛奶針的麻醉藥成分為丙薄芬 臨床上具有舒眠功效 以靜脈注射為主 但在2015年被列為了第四級 管治藥物和毒品 而且只有具有急救設備的醫療院所 才能使用 因為使用上已不注意 兩分鐘的功夫就會奪命 會造成呼吸抑制 血壓會降低 如果呼吸抑制的話 可能就在睡覺中就走了 正因為危險性高 各國技法條加以管治 但濫用者卻比比皆是 除了劉雅仁 與神童心演員何正宇 曾是韓國小姐的普世妍 也都曾經非法注射 流行音樂天王Michael Jackson 更疑似因為過量施打送命 如果不是由醫師來使用的話 那是由非專業的 非醫療專業的人使用 那其實我剛剛講 他危險性非常高 就連整型美容診所 也常見到牛奶針使用 醫師試緊這類管治藥物 是由專業麻醉醫療人員 才能給藥 注射後還要全程監測病患呼吸 切勿違法濫用 否則麻醉不成 反倒成了喪命藥 靜新聞改美行銷宇智倉報道